年輕人就是不喜歡國民黨 當然 這是我們的很大挑戰 我的學生願意幫忙我 我請他幫我做很多的網路 他說年輕人就直白告訴你 老師 看著中國國民黨五個字 沒feel 沒feel 四年前11月24號大選 曾經班也不過11月6號才講到的證件 現在是七月底 你要給我拿什麼證件 身為智庫執行長 絕對給你很好的證件 這裡面都是機密對不對 你自己翻一下 你自己翻一下 對啊 我覺得裡面機密嗎 裡面有包括一些市政的願景 還有包括少死化的議題 還有包括一些高齡化的議題 觀光的政策 住安 公安 青年議題 等等之類的 下班了 聊一聊 下班和你聊 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國民黨高雄市場參選人柯志恩 嗨 韋漢好 好 各位觀眾或聽眾朋友大家好 好 這個小恩姐來到我們節目現場了 這個我跟小恩姐認識很久了 我們私家都很好 對 對 那因為這次看到柯志恩委員 要到高雄去選市長 哇 那大家就講說高雄耶 啊這個誰來都不會贏 幹嘛去選高雄 就很多很多討論啦 但是在我們討論高雄的這個選情之前 我要先關心 以朋友的身分關心你 就定位百確診 對啊 我確診啦 我真的不曉得我會確診 因為我 上個禮拜天 應該是 7月11號 7月11號 就十幾天前啦 對對對 妳是跟黃院長吃飯之後 我禮拜天跟黃院長吃飯 還有跟黃昭順委員 還有跟吳怡丁委員 包含了這是議長嘛對不對 這是議長 昭順 黃昭順委員 王金平委員 還有吳怡丁 我都有紛紛打電話之意 然後確定他們都沒有事 那他們現在要這樣子 7天過去他們都沒事就對了 他們沒事 他們就馬上快篩 連續幾天快篩都來跟我說 他們都沒事 因為我真的覺得 最大的壓力是萬一 特別是院長 哇 這個我們的長輩 萬一院長發生是什麼樣 我就打丟給他的那個秘書 他說沒問題沒問題 然後院長也親自跟我說 一種沒問題 所以王院長身體真是一級棒 最近確診的人真的非常多啦 那看到日本現在也到一天多萬人 可是確診之後完全沒有症狀 然後就這樣過了 其實不多 所以那個志恩姐 在這一塊領域上面 你是天選之人 我應該算是身體還不錯 OK 很好 好 你就是天選之人 但是在選舉方面 會不會是天選之人 今天我們就要跟大家聊一下了 先看網路民調 我也常跟大家說 因為最近網路大家非常發達 像我們節目也在網路上面播放 在網路上使用者 他是會積極表態的 但是網路上使用者 並不代表整個社會的一個完整的model 有一些人他可能還是沒上網 或者說網路在做民調的時候 他並沒有積極表態 所以我現在給大家看三份民調 在網路上面 顯然志恩姐是非常受歡迎的 這份民調看完以後 齊麥不開心 這個是NOW NEWS的民調 時間是6月30到7月3號 柯智恩的 認為柯智恩會當高雄市長的66啊 66啊 66大事 我在看陳其邁只有30% 我看了下一天 後來看又下一個說是網路民調 我大概都知道 就是網路上民調 你是碾壓陳其邁 一份就算了 不只一份 這我剛剛也在跟志恩姐講說 我記得我以前當記者的時候 蘋果算是比較偏綠一點點 中間偏綠 就你在蘋果你也是贏 57比41 629是徵召那一天啦 對 就是等於就是行情嘛 大家知道說你要出來之後 有一個選舉行情 可是在網路上面 你的民調都是贏的喔 網路民調 NOW NEWS 你看你徵召之後6月30第二天 就是等於你宣布要選高雄市長之後 你的網路民調66比30 57比41都是贏陳其邁的 好 那對於網路上面的這麼多人 給你的支持 要不要先跟我們現在 看我們節目都網路網友嘛 先跟網友說一聲感謝 我覺得任何人看到這個民調 大概只能說 大家對於高雄還有期待 我只能這樣去說 大家都很熱切 希望高雄有期待 不要就是一路就是 好像陳其邁就是一定贏 我覺得這只是反映 大家希望高雄 能夠把這個選戰打得很熱 但是你告訴我 這就是一個支持度 我也不相信 因為不太可能 你沒有被這個支持度衝進頭 完全沒有啊 因為我不覺得 這會是一個事實 你想 我們已經太多的歷史 你當然你會分析非常的多嗎 從四大公投來說 幾乎是南票要北宋 才有辦法讓這個兩黨之間的 這個可以說是在這個投票上面 你可以看出那個結構嘛 而且我們經歷過這麼多的事情 所以這只是反映出 全國希望高雄這場選戰 能夠打得很熱切 我的解讀只有到這個地方 曾經你從宣布參選 扣掉一個禮拜的確診時間 在高雄也跑了兩個多禮拜了對不對 應該是 可是目前那個時候 沒有跟群眾大力的接觸 都是在做一些地方 那你現在就高雄的感覺 還是所謂綠道出資嗎 非常的 應該是說高雄的結構會是如此 但是呢也很奇怪 辨識度還蠻高的 走在路上戴著口罩 很多人會跟你打招呼 然後呢 去到一些的公廟 他們叫很多啊 大部分都叫柯委員 哦 叫柯委員 對 那有人叫啟定員 因為大家都說 沒有人叫小恩 小恩剛才會叫而已 就是人家都叫 都是說 欸 委員啦 沒有人叫人家說啟定員 但是 他對你的歡迎不錯啦 但是因為高雄 非常的狹長嘛 然後人口也非常的 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還沒有那麼多的機會去見識 但是在一些比較熱鬧的地區 的確 大家對你會有些反應 但是我也絕對相信 有時候到市場去 人家說柯真是男子的 我總是男子的 你看 他說你總是男子的 標是什麼 標是很多人不認識的啦 所以對我個人來說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有一次上那個光晴的節目 我才大膽的講說 哇塞 要是網路 要是說民調是第一 我就會認了 我為什麼會敢講這句話 就是因為我選過板橋 我那個時候算是知名度還不錯 板橋還是很多人不知道 民調還不知道 所以我才敢大膽的講說 我真的不覺得高雄人會認識我 所以會造成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你現在就要積極努力讓高雄人認識 對 就是時間 就是剛去跑第一滑的這個內維市場 第二天就確診了 所以我也很惡玩 所以還沒有那麼多機會 確診之後現在有無敵新興 接下來趕快要趕緊跑 我看你今天你穿的鞋 對 我現在都穿 我都穿這個布鞋 這就是後選人要穿的啦 對 對 對 非常習慣就穿布鞋了 就不會再穿什麼皮鞋什麼的 不過平常 你這個要一直穿到十二 那個十一月二十六對不對 布鞋的模式一定要穿到十一月二十六 真的要開始認真跑了 平常就很認真 對 對 自然姐很務實啦 就是說其實在高雄 或許還有人不認識你 所以要努力讓他認識嘛 網路上對你的認同可能是高的 網路民調跟真實民調 就是傳統民調是不太一樣的 那在網路民調的部分 這一題來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剛剛要問的就是 韓國瑜到底現在對你來講 好 我跟韓國瑜 韓哥也很熟啦 那他到底會對你來講是加分還是減分 好 雖然說這個韓大嫂叫加分 但是現在看起來的話 這是網路民調 來 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是網路民調 一點影響都沒有 韓國瑜離開高雄之後 會不會對柯智恩的選擇造成影響 一點影響都沒有的 六成四 可是我再講一次 這就是剛剛那個Down News有沒有 對啦 這個 這一份柯智恩有66%的 所以你看這66%認為柯智恩 就是有機會當選市長的人 其實也就剛好就是一點影響都沒有的人 他認為沒有影響 所以他就覺得你會當選嘛 這是網路民調 可是現實會流民調當中 柯智恩的支持度 又比想像中還低 你就一個高一個低取中間數 我覺得可能介於 就像你剛剛講的 國民黨還是兩三成的支持度 在高雄應該是具有的 可是鄭恩姐兩三成是贏不了市場的 當然 當然 所以說這個東西有非常大的一個 擂入的空間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請跑的因素 那你說韓市長會不會有影響 我想應該是 因為到2018的時候 先起的一股的寒流 每個人都很希望能夠來做一些改變 特別他主席的那根口號 這口號到目前為止 其實這還存在的 為什麼 因為高雄 我必須要說很多人離開台北 是因為台北房價太高 很多人離開高雄 年輕人離開高雄 為什麼 因為不是沒有工作 是沒有高薪的工作 沒有辦法有好的工作 所以韓國瑜那句口號 就是說能夠讓高雄發大財 也的確吸引非常多的人 每個人都期待高雄 二三十年被民進黨這樣子 執政有些的改變 可是兩年之後 他就去選總統 那這件事情對高雄市民來說 是有影響 所以政經理對於那個東西賣得出去 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的這個slogan 你是認同的嗎 我覺得這個部分 他雖然講的是比較高 但是他整個大的方向 是讓高雄人能夠賺大錢 這個是每個人很大的一個期望 我現在開這個圖出來 這是一開始你剛剛 宣布參選的時候 上佩軍節目講的 那我也看到很多的韓國瑜支持者說表示受傷 對 他們覺得我在切割 就是說你 對 所以今天你來 我們就好好聊這一塊 我相信你也經過了這樣子 快一個月的時間 你應該也有你比較完整的論述跟答案 就是說針對於這個 韓國瑜在高雄的支持者 我相信還是有啦 好 就是 有有有相當大的部分 而且還分好幾個部分喔 第一個是韓國瑜支持者 另外一個是韓團隊 對不對 不一樣嘛 包含李四川副市長 葉匡史副市長 那等一下我來請教你喔 你現在會怎麼界定就這一次選舉 因為也只剩四個月了 你跟韓國瑜的關係 就你要你要去吸收韓國瑜的支持者 或是認同韓國瑜 他高雄市市長部分 但不認同他去選總統還是怎麼樣 你現在你現在設定的那個 整個的那個你的跟韓國瑜之間的距離跟關係是什麼 我個人覺得像我說沒有愛情謀聽人 因為這是韓市長他們的原創 你確實也不會提這個啦 你確實也不會提這個啦 我當然不會提我啦 你確實也不會提這個 但人家會解讀就是說 沒有 你好像也不是很認同 當時天馬錫鋒講的這個對不對 大家會這樣講 他會認為 我覺得他們是過度解讀 因為我就是很直接的說 這就不在我政見當中 可是後面被有很多的解讀 後來葉匡時副市長有特別跟我解釋 他說韓市長提到這個部分是可行的 因為他要找法國的人來做設計 但是因為土地 還有包括中央 包括地方那個反彈 所以這件事情就沒有 可是這件事情我這樣說法 會讓當初很認真在做這件事情的韓團隊 他們會有點受傷 所以包括葉市長幫我解釋 葉匡時副市長幫我解釋 包括我在很多的地方 也私下跟這些人解釋 我當初只是非常直覺的 所以我想在這一塊認同的人 他們大概會接受 而且像這次我下去高雄 我有很多的政策 很多的方向是韓市府團隊 他們所提供給我的 所以說他們的確在未來很多的方向上面 他們都給我們很多的意見了 所以你是認同韓市府團隊的 我那絕對無庸置疑的 李四川的陸屏燈亮水溝通 絕對是的 這目前為止 還是很多高雄市民覺得非常非常受用 那你剛剛講葉匡時 葉匡時都已經是 現在是我的主任委員 主任委員了嗎 對 那這樣就算認同了 這不用多講 你都已經請了他的副市長當你的主任委員了 是 所以是認同韓團隊的 當然韓團隊在那兩 韓市長去跑去選總統 韓團隊還是繼續在工作 韓團隊在繼續工作 所以他們的路還是繼續在鋪 幾個副市長在高雄是很有票的 當然是 那你找到葉匡時 那李四川呢 我有跟川柏 因為川柏有特別跟我打簡訊說 因為目前他在民間結構 所以他會在選戰的適當時間 他一定會下來支持我 而且還有很多的議員 他也需要幫這些議員鞏固票員 所以川柏會下來 川柏會跟你同台就對了是不是 他一定會的 公開支持推薦你就對了 他會推薦 但是人家現在是在民間機構 他有很多他的建築 很多他要監工等等 所以現在才到七月底 所以勢必到選戰之前 會有這樣子的 那導播等一下下一個標 柯知人貌 川柏會到高雄挺我 對不對 我可以啊 到高雄挺你嗎 他不是在台北而已 他會到高雄去幫你 他一定會 而且不是只有柯知人 還有包括當初 這個川柏非常照顧的很多的議員 好 議員他們也需要 那葉匡時當地主任委員 川柏會到高雄挺你 韓國瑜呢 韓國瑜我之前有打個電話給他 我會打電話 我之前在徵召之前 我打過一次給韓市長 我有打電話 有接通嗎 有 我跟他親自講到電話 我跟他親自講到電話 那你們講什麼 那你知道韓市長就會是這種 他對任何人打給他 他就會說 他就當然就是鼓勵啊 然後他就說 你就把你對於高雄的一些想法 你對於高雄一些的 你去世界那麼多國家 你最喜歡哪個國家 小燕姐我舉手發問 是在這個事情之前還是之後 在這個事情 我想想看 在這個事情 之後 好像是之後吧 我有點忘記那個時間點 因為佩俊的 因為這一天訪問 你還沒有宣布你選啊 對對對 這是禮拜一啊 我應該是徵召前幾天 有跟他做 我已經有點時間點 但是 跟韓市長這個溝通不是問題啦 所以 而且 我也不覺得他會 即使有這件事情 以你對韓市長的了解 我也不覺得 他會對這件事情有芥蒂 他不會 他那個 他電話裡面一定給你鼓勵 祝福 你就好好把你喜歡的 可是你們有談到 像我剛剛講都那麼明確 葉匡時長你主任委員 沒有沒有 這些完全沒有 沒有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他雖然是鼓勵 你也沒提他也沒說就對了 沒有 那時候沒有談到這種細節 你會希望他去嗎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跑出來幫你站台或幹嘛 我覺得因為現在才七月底 我覺得我現在目前最重要的 就是要讓高雄人 當然是柯真自己獨立來打選戰 但你到九月 十月 十一月 整個選戰如果擺熱化 那個時候我們可以來 不同的做一個不同的評估 我就用兩次選舉的那個 得票的票數 大家來看就可以知道 它是非常大的一個差距 因為民進黨在高雄 不管是縣區或是市區 那現在已經合成高雄是直轄市了 其實就是這樣二三十年執政 國民黨都拿不回來 好 那你要知道 2014年的時候 因為再往前推 2011年的時候有那個 黃昭順 楊秋新跟陳徐 那後來黃昭順 2014年不選 我現在講是八年前 那楊秋新他當時 雖然代表國民黨選 可是國民黨支持者沒有完全支持 民進黨支持者也不再認同楊秋新 因為他是民進黨出來的 你看他得票只有大概33%左右 45萬票 陳局到了99萬3300票 將近100萬 2014年國民黨慘敗 那所以我才講 我常常在講政治的時候 都只能夠做分析跟基本的預測 你不一定的 我就這樣子以這張圖來講就好 來 導播我們直接拍這個圖 以2014年 輸了55萬票的這種選舉 那不用選嘛 誰來都不會贏 對不對 你找蘇陸空來都不會贏 後來就贏了 對 輸了55萬的國民黨最後 四年後贏喔 大家懂我意思嗎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就是這個 不是說我永遠都是悲觀老漢 都講說誰不會贏誰一定贏 不一定 看只能看那個趨勢 所以現在看起來 我們也明白講志恩節在這裡 現在看好你會贏陳情辦的人絕對不多 但不代表那一天 11月26號你不會是當選人 你也有可能是 2018年的時候 韓國瑜就89萬對成績賣的74萬 贏了15萬票了 所以這就是2018年的奇蹟啦 那這樣的奇蹟要再次複製 其實也並不容易 因為中間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我剛剛講的門檻 就是說贏了那麼多以後的第二年 韓國瑜市長跑去選總統 那他去選總統之後呢 原本可以看到 2018年原本國民黨的版圖 在這邊左邊這個圖 你看藍的比綠的還多了 對不對 贏了陳情辦15萬票嘛 才短短的十幾個月以後 整塊只剩下納馬蝦啊 這些比較 桃園 對 其他全部都輸啊 那所以現在你面對的是這個基礎 可是我剛剛就是要跟你講 我特別開這個圖要來鼓勵你呢 你想想看楊秋新啦 楊秋新輸那麼多 韓國瑜都贏了 所以雖然韓國瑜在總統輸那麼多 說不定柯仁也會贏 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有很大的一個挑戰度啦 因為畢竟這個還是 因為我們拿最近的 就是我們的四大公投票來去看的話 的確你會發現說 你的解讀是什麼 四大公投在高雄開成那樣 在高雄裡面你會發現 我們的藍營的票數是沒萎 因為我們只能看最近幾場的大選 包括罷韓這個罷韓那個數字 還有包括我們補選的 國民黨的投票 還有包括四大公投 國民黨所獲得的票數 雖然我也知道說四大公投 很多人就不願出來表態等等之類的 可是那還是可以看到一個基礎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從2020開始 我們的盤勢的確是有往下 萎縮的一個一個狀況 但是我們唯一可以講的就是說 議員目前還是佔多數 議長還是國民黨籍 所以說在議員的基本盤 所以這一次的選舉 就是市長候選人要跟議員 緊緊的綁在一起 那我也絕對相信 四年來我們的議員 你可以說 很多人是因為韓流的關係上去 可是給他這個機會 他人家也是有好好的抓住 很多人還是在地方 非常的努力在經營 那這一塊對我們來說 最大的使命跟責任就是 市長跟候選人 跟這些議員綁在一起 希望能夠把這個盤 能夠好好把它hold住 把它穩住 那這次目前為止 我們最大的一個策略 你講到議員這一塊 我就針對議員 然後我們再談回市長的部分 就是先前國民黨在 提市長候選人的部分的時候 在還沒有確定是你的時候 談過李四川 談過高金素梅 對 然後加拿中也這個 好像有議員 可是看到議員好像就會怕 因為在高雄說實在的 可能比較合同路線的話 就沒有市場 那這些議員他會 之所以會交集 就你剛剛講的 2018年其實大家選得不錯 那這次看起來 好像就會有人 就會掉了 就會掉幾次 大家焦慮嘛 好 那橫空出世也好 不管怎麼樣也好 或是主席清田也好 總之你選了高雄 那從你選了高雄之後 你也下去跟這些議員接觸嘛 我直接這樣問 你覺得高雄的國民黨議員 看到你到高雄 你當母親這件事情 他們是歡迎 還是他們其實還是 你問我時候 我絕對相信這是歡迎 因為有一個人出來 而且這個人 不管是在表達 或在各方面來說 我覺得是他們的一個公約數 所以我第一次到那個 那個跟他們一起見面的時候 幾乎除了確診的 還有一個人在國外的 全部都出席 我覺得那個就是表達一個 他們對這個市長候選人的一種 歡迎跟一個認同 那未來像很多時候 像你知道 我就前面舉個例子來說 但是有很多妹妹高高 我還要特別注意 像我在這個第八天的時候 我是自己可以做私下的拜會 或者是不要跟群眾接觸 我是說我在自主管理時間 然後我就發個臉書說 怕我跑到什麼地方去 拜訪誰 或者是做哪些事情 那私下拜訪是可以 可是議員一看到就傻眼說 你怎麼搞得要同地 他們一直就是說 你到這個地方來 你應該告知所有的議員 大家一起站在旁邊 開始顯示我們的團結 這是沒搞事 我去忽略 但是如果他們不認同我的話 他們大概就不會 會怎麼樣子的一個care 所以他們一直就是說 你到任何地方去 告訴他們 他們可以跟我一起站出來 我們一起來面對這些群眾 所以有很多的make out 讓我感受到 他們是絕對是站在我這一邊的 那你現在跟這些議員們 見了面之後 有成立一個群組或怎麼樣嗎 我們會有一些的 目前為止 因為議員我們有 有些他們自己的小編 跟我們自己的小編 會有一些群組 我們未來 我們未來 對不起 我必須要說 我很多的空軍到這個禮拜 才會全部到位 因為我要到處借將 我要到處借將 我可能跟江啟臣借將 我可能跟誰借將 跟哪位委員借將 然後我們才會成立空軍部隊 下個禮 就是這個禮拜 才會開始成行 那成行之後 加上智庫 我們會有很多的政見 會有一些對陳其邁 像抓漏一樣 對他的一些執政的一個缺失 配合議員 做一系列的 這樣的一個處理嘛 對 這是在8月才會看到 議員對市政是熟的啦 議員要 這主要選舉就是 就不能說還沒選 就已經想說會輸 那大家就是 士氣都已經潰散 就沒有辦法 當然是 我們盡量Hold住 好 那現在給大家看這個圖 其實也就是說明了 高雄對國民黨來講的困難度啦 就是 原本在2018我們剛剛講的 韓國瑜贏了15萬票之後呢 總統大選 輸了40幾萬票 47萬 48萬票 你看在高雄 完全在高雄就變成是 因為 全台灣各地 就這個地方對柯正來講 是一個困難 就是說因為韓國瑜離開高雄市場 就很總統的事情 讓高雄人不滿 所以你看罷免票也開出了93萬 比當時韓國瑜的89萬的得票還多 也比陳其邁的得票多啊 陳其邁2018年拿到74萬喔 多了將近19萬塊20萬票出來 罷免韓國瑜 就是說我認同陳其邁的人之外 再加19萬出來 我不要韓國瑜 那也不見得 我覺得這個同意票93萬 不見得是認同陳其邁 他們只是對韓國瑜這件事情 對 他們有很大的一個疑慮 對 絕對這個困境我們都可以感受得到 但是你親自到高雄去走 看到這些跟大家做一些打的招呼 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沒有那麼的悲觀 而且也沒有悲觀的一個權利 我們就是很誠意的讓大家知道 我們很正派 我們很有誠意 我們願意來跟高雄打拼 所以我每次都說 像我剛下去 每個人都說你根本是北漂 你是如何如何 我都說我不是北漂下來 我是龜仁 我是 從小到大 都是在南部大起來 對不對 龜仁 我們台灣還有一個地方叫龜仁 不是 我說我是龜仁 回鄉的女兒 好 你講到這個 我給你機會跟大家說明一下 你是回鄉的 對啊 你這樣子是從國外回來的 你跟高雄有什麼約緣 我曾經飄洋過好到國外 我也在台北住了很久 雖然我看過你小時候那個 我小時候特別講 但我現在假裝不知道 我要跟大家講 來來來 柯次仁講一下 那妳是南部的女孩 我小時候很大人 在看起來都台北人 沒有 我小時候很大人 趕著機會 一直說他住在南部 冰東 突然就轉換成台語模式了 說台語沒問題 我阿公阿嬤不可以說故意 拜託 我阿公阿嬤不可以 我們今天要算高雄市場說台語 從頭到尾說台語沒問題 我們現在台西先說台語 說三文件 是啦 沒問題 我阿公阿嬤不可以 你跟高雄有什麼關係 我跟冰東關係是很深的 但是我們十幾個七斤部 還有我很多 堂兄姐你們都住在高雄 那時候如果有時間 拜託在拜託有堂下 你表現比較好 你爸爸媽媽會帶你去 那時候我們小時候叫台心 不要變台痛 一百會公司 百會公司 那時候冰東沒有百會公司 那時候去高雄 對不對 我要去游泳 穿漂亮漂亮去玩就對了 穿漂亮漂亮 我們就是去高雄看老人 高雄對我來說是一個 很漂亮的城市對不對 我游泳在澄清湖的游泳池 學會的啊 等等之類的 所以啊 你在澄清湖游泳喔 沒有沒有 他在旁邊的活動作品 不是澄清湖啦 那之後我們稱為大杯湖 他旁邊有一個活動作品 去那裡學游泳喔 就是在那邊 剛好學會換氣 那你小時候屏東沒有人 有游泳 我是說我印象很深刻 我在澄清 在大杯湖那個游泳池的 沒有 學會換氣 那之前都是在屏東游啊 是因為那個教練比較帥嗎 那個帥臉好像蠻帥的 你這樣提醒我了 你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很年輕就愛上高雄好不好 高雄是你的生活圈就對了 一定是生活圈 等一下 那你現在都要去跑市場嗎 這個我今天臨時題目上沒有 如果你去市場拜票 你有辦法講台語嗎 我在澄清湖游泳池的 從頭還沒說台語 你講一段 現在去高雄去市場 你講一段那個菜市場拜票 進去裡面 跟大家拜票用台語試試看 高雄 你說去市場 對 老闆大發財喔 賺錢喔 還看著什麼 這個王來是現在有多多 這金錢一斤多少 現在說 蛤 這麼貴喔 這樣你敢不賺錢啊 你是委員來的 這樣喔 我知道我以前小時候 我也要吃這種的 怎樣都怎樣 看到誰就想什麼 那你要怎麼拜票說 大家好 我是柯資恩 台語怎麼講 寡寺溫喔 大家好 我是柯資恩 沒有啦 因為柯資恩 因為我說實在 你就講柯資恩對不對 我是柯資恩喔 沒有錯 就像我們台語常會講說 阿嬤 我要去吃麥當勞 他不會講說阿嬤要吃麥當勞 是啊 我是柯資恩啦 阿嬤要去阿拉伯 不再說阿牛賣啦 所以你就 大家好 我是柯資恩 對 我是柯資恩啦 你以前以前 有時候我會說 你以前應該有把電視看過我 你有覺得我本人比電視更漂亮一點嗎 大家說有喔有喔 你現在看起來更漂亮 我說這樣對啦 所以紅頭要讓你看到對不對 你台語比韓國語好喔 應該是喔 因為我是道地本省人啊 你是喔 我是道地本省人啊 那我們兩個都是被誤會的本省人 因為我真的必須要說 因為我到國中 因為我小學念師專副小嘛 那我國中的時候 我們附近有空 屏東有很多空軍眷區 有沒有 所以我常常在那個 我們的眷區裡面 這樣子騎腳踏車子找朋友 那他們的國語我就會模仿 所以會變成我的國語就比較是 大家認為是 就標準國語就覺得 但是當時到處都是阿公阿嬤 好像爸爸媽媽也是說台語 好 台語這個部分在高雄 那柯市任委員6 所以這沒有問題 這不會扣分 這可以加分 那在團隊部分 剛才我也講了 那你跟韓團隊的這個結合 葉匡時當你的主任委員 那總幹事是我們畫面上右邊這個吳怡丁嘛 對不對 他是國民黨的部分區立委 對 他是高雄在地的 那王院長呢 王院長做什麼 他大概就會當一個榮譽主任委員 我現在這樣進到那個軍機討論的階段 會不會讓你這個 不會 不會 可以喔 好 那讓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這麼短的時間當中 王院長就會當那個榮譽主任委員 他就會把大家扣在一起 那過去常常就是我們那個農會的代表 就是我們的蕭漢軍 就是當執行總幹事 你說那個白派的農會的蕭漢軍 他算是王院長嫡系的人嗎 他是王院長嫡系的人 上次韓國瑜在高雄勝選 跟他也有關 三張肇事都是他們 所以蕭漢軍會挺你就對了 蕭漢軍絕對挺 對 蕭漢軍絕對挺 那王院長也挺你 王院長絕對挺 白派也挺你 是 吳怡丁當你的總幹事 他是立法委員 他是立法委員 那這是議長呢 這是我們議長 因為他也是我們 我們 對 他是我們國民黨級的議長 所以當然是 你勢必要跟 那黃昭順呢 黃昭順 黃昭順當我們的總協調 因為昭順姐 他在這個左南地區 左南區他還是有很大的一個 服務的影響度嘛 所以他還是會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那他的對面就是一個陸屬美 他旁邊是陸屬美 是我們的副議長 對 副議長 那他還包括有其他的 像其他的一些在地的 院長認為很重要的 而且過去就長期 跟我們的地方在一起 這裡有非常多人 不同的人 不能講的就對了 沒有不能講 只是他們剛好照片 就照到王院長 沒有不能講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些傳統上面 我們要用最快的時間 透過這些組織動員很重要 但是我們都很清楚 國民黨現在沒有錢 任何的組織都需要花費 那我們現在沒有這樣的財力 所以我們像這次來說 這種不對稱的戰爭 我想最大的部分 還是要用空戰的方法 讓大家認識 你剛剛講到空戰 我就追問 因為組織的部分 這兩套其實就說明了 你對組織是有想法的 就是不是空空的來 有王院長 有地方的議長 副議長 有地方的立委 前立委對不對 然後還有農會對不對 那這樣這部分不算弱 陸軍到位 這個組織線上 你剛剛說空軍說你要借將 可以跟大家講 你的構想是什麼嗎 借將的話 舉例來說 我可能跟江啟臣借將嗎 但是已經看到的部分 我要問你一下 因為這個在一開始 你宣布要參選的第一天 這個是你的slogan嗎 亂講 這根本就完全不知道 而且這個完全是信我於不義好不好 我是陽光女孩的媽 可子恩 好不好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不過我 這個到底誰弄的 我不知道 這黨中央的 後來他們告訴我 因為朱主席那時候講說 他離開南部的時候是陽光女孩 他離開南部 對我離開南部的時候 22歲的確是陽光女孩 再回來就是女孩的媽 這要講清楚 可是他把這個東西 當一個slogan打出去 害我在那個高雄 被好多人說 你要60歲 還說你是陽光女孩 如何如何如何 那國民黨就開始說 比我哥年紀更大 也叫做辣台妹 這陽光女孩算什麼 反正就開始 對於這種年齡性別 就開始全部有 辣台妹也是妹啦 對啊 也是妹 那個蔡總統年紀比你還大 對不對 是 對啊 其實我是覺得 這個對啊 照片跟本人看起來 都一樣漂亮 沒有 我覺得女孩不好 我覺得都無所謂 你心中有陽光 看什麼都是 你心中沒有陽光 什麼都可以被拿來當作 我現在在高雄 完全是像被糾察隊一樣 隨便發個臉書 用一個示意圖 每個人就說 你怎麼可以用 你幾年前的照片 發個望著海邊 我也沒說那個是高雄 他說你怎麼可以用淡水 就是你就是很多的東西 別人就會把你穿著附會 所以我說我每天都被那個 糾察隊在監看著 好 身為一個女性的市場參選人 那我相信很多的 這些市民朋友 對於安居樂業 或是生活上面的這個 安全感 其實也都很要求 那我看到你在你的臉書上 特別PO出來 最近因為台灣的議題也蠻多的 那可能高雄外的人 並沒有關注到那麼多 我看你的臉書才發現說 原來高雄這間治安 並不是那麼的好 就很多一些讓大家不安的事情 比如說你看你這裡 連續7月16號17號就出現 有這個女屋主 這個恐怖七爆一死 然後還有愛河 這個賤男服屍 就像這樣的東西 那你身為市場參選人 你要怎麼樣給高雄人 更多的安全感 我覺得這個公安 治安 郊安 這些都是高雄市集小民 非常關注的 所以每個人都說你看 你剛問我說這建設 我說建設是歷屆市長 都有他的一個貢獻 所以我覺得選人不是說 選誰建設最多 你要選過什麼樣的生活 像我剛剛所提到這個部分 就是很明確 我們高雄的確在過去10年當中 自殺的人數是全國最高的 這就有很多數據 是這樣子 自殺到4000多人 10年來4000多人 大概是全國是排最高的 然後呢 所以說你說像愛河 他當然不會是常態 可是他要三天有這麼多 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你就可以顯示出來 還是有很多黑暗的一些 一些面向 是歷屆市長沒有特別關注到的 那我們當然是 他們身為一個女性的角色 所以我當然會提出一些 像我剛剛所提到的 交安 公安 治安 還安 那這些是不是可以更細緻的來去說 所以你不斷地告訴我 你做了很多的提升 我們高雄的產業 科學園區 那我當然也要提出另外一個數據 你告訴我你一年當中 在高雄登記工廠的數字 執照的部分 比例是全國排前幾名 我當然可以利用數據告訴你 問題是一年之內撤照的比例 也是全國排前幾名 那表示什麼 表示你的商業環境不夠好 我兒子29歲 我女兒25歲 我沒辦法說服他選擇哪一樣工作 認為說這個工作你可以賺更多錢 現在小孩不會聽這些 你兒子29歲了 對 我兒子在微軟 對 我兒子在微軟 他是陽光男孩 陽光女孩的媽 還是一句話 強調媽 可以吧 所以類似像這樣 他們只做他們有興趣的工作 那我們有更多學社會科學的 我想做這些事情 我是不是有更多的平台 可以讓他真的去做他認為有意義的事 這是身為一個老師 身為一個媽媽 我覺得我可以在這個部分考量得更細緻 對 這兩位老師 我是老師當了25年的老師 兩個孩子的媽 所以我可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有更大的一個細節 所以昨天我記得高雄前幾天很多記者還說 哇 陳其邁找了高中生到他的市長 是 他跟年輕人有很多的互動 我說跟年輕人互動 對我來說就是像呼吸一向的自然 因為我過去25年都是大學生 為了要招生我們到高中 那你要怎麼樣把你 對你講到這個你在大學這麼久 你都接觸大學生嗎 你怎麼樣把你跟大學生的這種自然的互動 帶到高中 你怎麼去爭取 對 這是我們的挑戰 我覺得這只能透過一些不同的社群媒體 陳其邁姐 像年輕人就是不喜歡國民黨 當然 這是我們很大的挑戰 我的學生願意幫忙我 我請他幫我做很多的網路 他說 年輕人就直白告訴你 老師 跨點中國國民黨五個字 沒feel 沒feel 學生這樣跟你講喔 那怎麼辦 學生直接講啊 我說那你會不會投我 老師 投你也塞啦 因為我跟你有接觸我知道 所以我現在最大的部分就是 如何透過更多的平台 讓年輕人知道 我真的是非典型國民黨 而且我真的可以幫年輕人 因為我從自己教育孩子的歷程 還有包括跟我自己非常多的學生 我學生很多來自高雄 可是他們到最後都會留在台北工作 因為還是那句話 我剛剛為什麼特別提到 就是說沒有高薪的工作 不是沒有工作 我要特別強調 沒有很高薪的工作 未來會有 但對不起 未來是固定的行業會有 但是更大的這個部分 他們要找意義 年輕人現在常常是 叫他花三千塊去買個電器用品 可能不會 可是三千塊叫他去做一個 喜歡的偶像 讓他去唱演唱會 他可以 為什麼 因為那是意義 當他覺得對生活有一些意義的時候 那不是我這種年代的人 父母親可以給予他的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廣聽 他這樣的一個聲音 目前為止 他們說很多文創 很多的輕創 年輕人也願意下去 可是對不起 很現實 一年就倒了 因為他的量體不夠 當大家都沒有辦法 把你的經濟弄得很好的時候 你很多的想法是沒有辦法指使 我剛剛很注意在聽志恩姐在講 對於包含像高雄市 因為畢竟你是一個大學教授 高雄市他的 譬如說他的親生率 他的交通 資安會報等等這些數據 都可以拿出來做評比的 可是過去大家很少談 現在都是一個few的問題 國民黨沒有few啊 民進黨難道你要投國民黨嗎 所以你就 這叫天缺啊 就是選舉上面你先天不足的部分 那後天又失調 是 這一次你又面對韓國瑜剛剛選上 又離開一點那個仇恨值 可能還沒完全消散 所以你在談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更加辛苦 再加上第三個你剛剛談到的 以你的角度跟高度 你可以看到台積電到高雄去的問題 可是可能高雄很多的視頻 他看到就是台積電來啊 罵我出門啊 就是這哇還好 對不對 當然是 大家不會想到來了以後的一些 包含污染的問題 或者是水跟電的用力 就叫台積電到高雄 這標誌這樣就對了 所以這又是你的三難啊 一難就是國民黨沒feel 二難就是你在韓國瑜之後選 第三難就是對不對 就是陳青蔓他現在做起來 我們這種挑戰者 只能像抓漏師一樣 先抓出我們所看到的問題 接下來我們當然要提出一些解決的方式 一定是步調 一定是一步一步一步過來 那我這邊要忍不住complain 我每次去講任何的話 反正那些側翼就會想說 不要講空話啦 不要講空話啦 如何如何 提出你的證件 我想說 四年前 11月24號大選 陳青蔓也不過 11月6號才講出他的證件 現在是七個月底 你要給我拿什麼證件 身為智庫執行長 絕對給你很好的證件 說到證件 對 對不對 上次 不是 上次不是有一個什麼 什麼快問快答嗎 好像不是就有一個快問快答嗎 對不對 然後我就這麼快的反應 就說你要說你生日要送什麼 你說問這個問題 現在被激進黨的議員參選人攻擊 就說陳青蔓生日是23號 我哪裡知道陳青蔓生日是幾號 我根本不曉得幾歲幾號生日 這關我什麼事 然後帶陳青蔓生日 這個送他市政白皮書 其實我真的覺得 這沒有什麼問題啊 12月25號是今年高中市長上任對不對 對 所以上任前兩天 你當選了 你把你的白皮書送給他 你要是沒有當選 你也可以把你白皮書送給 這個陳青蔓也不過他引的 請他去執行 他覺得可用的證件 是 所以我覺得可行耶 12月23 你送他 你滿好的 你去回應他 是基本功 快問快答 你把他那麼樣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我在高雄的遭遇 不過是一個快問快答 不過一個照片 他們就會拿 網路上還有很多人在講 有一個是 就是衛武營 大武營 對 那是怎樣 那是口誤 衛武營在鳳山 其實我在當那個 我在那邊當兵 你在那邊當兵 然後事實上我那個時候 在當那個教育文化委員會 的招委的時候 我們就帶隊去參觀 你知道衛武營的對不對 對 我們到衛武營去參觀 因為他那時候還沒完全看過 大武營是什麼 大武營是我們屏東 我們屏東有大武營 屏東有大武營 這樣我就懂了啦 你講的是屏東的那個 對對對 你剛剛說市政白皮書 不要告訴我 我告訴你 我也有市政白皮書 每個部分裡面 寫得清楚清楚 每個部分裡面 有15個不同的音樂 就你真的在弄就對了 當然是在做 從頭到尾在做 然後你還要吸收 在你裡面的聲音 你要最後把它印得像 上司上禮拜那個 什麼 張三秤來 那個做博士論文 不用問那麼厚 不要印那麼厚 沒有啦那個博士論文 等一下我看一下 這裡面都是機密對不對 你自己翻一下 你自己翻一下 對啊我覺得這裡面機密嗎 裡面有包括一些市政的願景 還有包括少死化的議題 還有包括一些高齡化的議題 觀光的政策 住安 公安 青年議題等等之類的 然後我們當然都會在演你 不斷的 不僅是數據 還有跟在地的人一些 就我偷看一下 身為一個市政記者 我看到市政白皮書我就 這個東西 後面當然還有很多的提醒 還有很多的一個修正 但是非常多的一些的修正 但是我只能 對 對 裡面有很多啦 農業什麼的各樣的 所以但是我只能說 那因為這個列為選戰機密 我們這邊就先不受帥 當然是 但是你就是有市政白皮書 對 政恩姐我在看你的市政白皮書 同時 我最後請你跟所有高雄市民講一下 我剛剛講你的三難 一個就是 年輕人可能對國民黨 還沒有認同 或是不太認同 第二個就是在韓國瑜之後 大家對他的仇人值還沒有退銷 第三個就是陳其邁的時政優勢 那最後給你一點時間 跟我們鏡頭前的 看我們節目的 特別是高雄市的市民 因為看的也不只是高雄市民 選舉跟政治這個論述的過程 是一個說服的過程 或許你本來完全沒有考慮的 但是慢慢的你就覺得說 可能可以示範看 你要怎麼說服高雄市的市民 把他那一手上神聖的一票投給你 你跟他們講話 我想高雄市民曾經在2018年 給國民黨機會 那很可惜 我們沒有好好來做一個把握 但是呢 還是要相信 國民黨是一個強而有力 可以監督 甚至可以建設高雄 偉大高雄的一個政黨 那柯正就懷抱的非常正派誠意 而且能夠提出足以說服高雄人的 這樣的一個市政發展的願景 然後來讓高雄可以變得更好 那至於韓市長 我們只能說 韓市長曾經也造就了高雄的 一股大的一個 風炫 那我也相信就是說 因為韓市長提出的一些 能夠讓高雄經濟變得更好 能夠說服很多的一個民眾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基底之下面 我只能用柯智恩這樣的一個人設 柯智恩個人 兩個孩子的媽 大學教了25年的老師 跟年輕人長期在一起 我很清楚年輕人的一個需要 只要給我們機會 給我們舞台 我們會讓大家知道 高雄的下一站就叫做國際 透過國際不同的人進來 而且我真的必須要說 我的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把世界各國的景象 帶到我們台灣 因為我主持的節目叫做 世界真奇妙 後來改名叫 繞著地球號 世界真奇妙 繞著地球號 開始台灣開放觀光的第一年 透過我到 要行腳到世界各國 讓台灣大家可以到世界各國去 我人生可能最後的一份工作 就是以高雄為基底 也是用國際性的一個方式 讓全世界國際的人 能夠到高雄來花錢 讓我們來賺外匯 讓我們來做更多更多 可以有助於高雄產業的工作 讓年輕人真的可以在這高雄 找到他們的很有意義的一個工作 我還是要強調就是說 或許國民黨背負的百年政黨的一個壓力 但是你絕對要相信 它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政黨 起碼對柯真本人來說 我沒有那麼大的政黨的包袱 而且我很正派 我很真誠 給我機會 讓我說給你聽 你就會知道 我絕對是可以當得起 一個很好的高雄市長的人選 好 非常謝謝志恩姐 剛剛我這個快速看你一下 市政白皮書 內容非常紮實 牛肉就在這裡 那之後我相信 來 志恩姐這邊喊給你 相信你在你的選舉過程當中 也會把你的牛肉端出來 當然 那政治跟選舉是一個說服的過程 這一局 那柯志恩委員 柯志恩市長參選 他也很坦白跟大家講 非常困難 但是會努力選下去 非常非常的努力 對 好 也祝這個志恩姐選舉的這一過程 都相當的順利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今天的下班和你聊的是 高雄市長參選柯志恩 我們下禮拜再聊囉 掰掰 Ta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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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很開心 滿開心的 bite-t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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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odd